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 我是恩任 巴基斯坦公交爆炸 造成中方人员的重大伤亡 在中国全天候战略伙伴国家 发生如此严重的灾难事件 不仅考验着两国协同处理危机的能力 也对中巴全方位的合作 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中方要求八方全力防止 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那么下一步的联合调查如何进行 揭露真相的工作又如何展开 将会是关注的重点 而事件也给中企的海外出海的风险 意识再度敲响了警钟 如何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避免类似的惨剧重演 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危 得到国家越来越高的关注和保护 这又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一表示 7月14号发生在巴基斯坦的 汽车爆炸案造成了27名中国公民受伤 一名伤员已经接受了开颅手术 正在进行医学观察 其他26名伤员正在治疗恢复当中 目前八方已经向中方通报了 初步调查情况 中方派出的跨部门联合工作组 也正在和八方密集展开工作 相信一定能够查明真相 今晚凤凰全球连线 在伊斯兰保现场 凤凰卫视驻巴基斯坦记者张庭峰 北京现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南亚所副所长王世达 在深圳现场 中企海外风险管理专家郑刚 三地连线 解读恐袭挑战 中巴友谊 追查一兄 绝不顾惜 赵澳兰的追踪报道 向遇难同胞鞠躬 一鞠躬 你们付出的鲜血和汗水 历史不会忘记 两国人民不会忘记 愿你们安息 14号 一辆开往达苏水电站项目的通勤班车 在奔赴施工现场的途中 遭遇爆炸袭击 9名中方人员和3名八方人员遇难 当天的通勤班车共6辆 袭击针对的是第三辆 乘坐的大多是一早去上班的 中国工程师 这批班车才开出具驻地约一公里 精确的目标 精准的情报 精密的布局 所有证据都指向 这是一起预谋已久的行动 然而 一向积极认领袭击事件的各路恐怖组织 却都出奇地平静 至今无人认领 16号上午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与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汉通电话 确定了事故为恐怖袭击 伊姆兰汉将亲自监督事件进展 定性为恐袭事件后 参与调查的规模也升级为最高级 中国公安部17号派出侦查专家 在内的调查组付八方协聚调查 随后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在记者会上宣布 事件调查已进入最后阶段 肇事者将会被绳制依法 具体情况等中巴双方协调后会公布 而下周 巴基斯坦外长也将于 21至25号奔赴成都 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 巴基斯坦塔利班 是巴基斯坦政府和国际社会 普遍认定的恐怖组织 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 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八方反恐努力 切实保障 在巴中国人员和机构的安全 从4月的B路之酒店爆炸案 到达苏水电站预袭案 巴塔一直在干扰中巴合作 破坏中巴关系的前线冲锋陷阵 事件发生后 原定于17号举行的 中巴经济走廊联委会会议 也被迫推迟 中巴经济走廊贯通南亚与中东 是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的关键枢纽 投资率高达460亿美元 西北与伊朗和阿富汗相邻 东南与印度次大陆相依 既可以缓解中国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 又可以通过新疆联通中东 同时中巴经济走廊贯通巴基斯坦南北 南北却都是巴基斯坦分裂势力 与中央政府作对的大本营 外界分析 就是由于中巴经济走廊地位重要 但安全状况却如此薄弱 才被巴基斯坦恐怖组织 英临虎视 达苏水电站袭击事件 究竟是何人所为 绝对一带一路和中巴基斯坦走廊 有何威胁 这次戴着面具的马匪 会不会是黄老板的狗腿呢 好 追查凶手严惩爆恐 这不仅仅是为了告慰 在巴基斯坦牺牲的这些英明 也是为了中巴的友谊 能够继续地长存下去 在伊斯兰堡的现场 马上连线一下停峰 停峰告诉我们 在巴方目前在 这起事件的调查当中 已经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有哪些具体的细节你了解到的 好的 任任 那么我现在了解到的相关信息 就是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拉西德 那么今天一大早 他就对这次事件的调查 然后进展做了一个 向外公布了一个情况 那么他在这个公布情况的过程当中 他就是说中方工作组 和巴方的这个调查组呢 经过他们之间的一个密切的一个调查 沟通 研判和以及对证据 相关证据的一个调查 那么他说这个结果呢 会马上公布 但是他没有提到具体公布这个结果的时间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一次事件发生之后呢 巴基斯坦可以说是 不管是政府还是整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全社会 都是非常关注 那么除了巴基斯坦的一些高官 然后去看望我们的伤员之外呢 还有巴基斯坦的外长 库雷西也是于18日 那么去到了这个中方受伤的 接受救治的这一个医院 进行看望和慰问中方的伤员 那么对于调查结果本身呢 今天我在采访巴基斯坦前内定部长拉夫曼 那么他也说到 这个真相的公布可能就在这一两天之内 但是呢就是具体还是需要中巴双方的一个调查组 然后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是这个时间可能会在一两天之内 就会公布这一个恐怖袭击的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现在包括巴基斯坦的媒体 也是在极力的关注 到底是中巴两方这个调查组是如何 或者说在什么时间会公布这一个真相 大家也是一直在处于期待当中 好 谢谢廷峰 来 在北京的现场请教一下王舍达所长 虽然最后的双方的联合报告 还没有出最后的结果 但是所有的迹象其实都指向了 真是一起有预谋的袭击 那你怎么来看待这一起的爆炸 或者说它的袭击背后的原因 我也整体上研判 感觉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调查都倒向 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袭击 既然谈到袭击 那么可能就要谈到谁是袭击者 应该讲巴基斯坦境内 存在三大类的极端爆空组织 第一类是以巴基斯坦塔利班为代表的 本土的宗教极端组织 第二类是以毕竹之战解放军为代表的 爆恐的民族分离势力 最后一类是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 国际恐怖主义组织 综合各方面因素研判 我感觉可能到目前为止 巴基斯坦塔利班可能是 施暴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看事件发生地 位于巴基斯坦的 凯普普特哈瓦省 这个省实际上是巴基斯坦一个比较新的省份 它是以前的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 和以前的联邦之下部落区合并而成 我想提到呢 特别是刚才提到的联邦之下部落区啊 就是以前巴基斯坦塔利班活动的大本营 事件的发生地啊 位于这个省的北部边缘 可以讲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老潮的边缘地带 刚才提到另外两个组织 特别是比罗斯坦解放军 为代表的比罗斯坦统分离势力 它的活动范围相对偏难 主要集中在比罗斯坦省和信州省 所以从位置上看 可能巴塔离巴塔的大本营距离比较近 从实施手法上讲 应该讲这次袭击是一个 不区分平民和安全部队的 一个无差别的这么一个袭击 所以这也非常符合 巴基斯坦塔利班过去几年 或者过去十几年 也得一贯的暴孔施加办法 所以从这两点分析 我感觉可能巴基斯坦塔利班时报 比较大一点 好 谢谢 来 深圳县长郑刚先生 这次袭击者他针对的目标 是参与巴基斯坦达苏水电站建设的 中方的人员 那么选择这样一个目标 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达苏水电站在巴基斯坦 它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含义 另外这一次的暴孔袭击 它的背后的这样一个风险的层级 您认为它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危害程度 好的 达苏水电站 它是位于巴基斯坦北部 这个KPK省 我曾经在巴基斯坦的时候 我曾经走过这一段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 它总的来说 还是属于巴基斯坦安全形势 相对比较好的地方 而且达苏水电站 它是巴基斯坦目前最大的水电项目 但是它不是咱们走廊向下的项目 所以说这一次反映了就是说 咱们对现在的安全威胁 不一定是咱们针对咱们的水 走廊项目 走廊以外的项目也会受到威胁 而且这一次的袭击 是近年来造成中国人员伤亡最大的一次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 对于我们整个中国人在巴基斯坦 整个安全形势 我觉得是具有一个标志性的意义 听风 巴基斯坦的舆论 对于这一次的袭击的发生 包括政府的后续的处理 是什么样的看法 特别是对于中企 参与当地的建设 是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好的 那么这一次事件发生之后 可以说由于在事件一开始 到第二天 然后巴基斯坦外交部出了一个 有关这一次事件的 进行的一个声明 说这不是一次恐怖袭击 而是一次故障 导致的一次事故 那么这一个声明出来之后 可以说巴基斯坦媒体 基本上就炸锅了 因为前面的所有的官员的说法 包括这个初步调查结果 都指向的是一次 精心策划的有预谋的口气案件 但是突然之间巴基斯坦外交部 却出了这么一个 180度大转弯的声明 所以巴基斯坦媒体 在对这个事情进行关注 和报道的过程当中 也是用了一个很明确的态度 就是政府的说法 是完全是矛盾的 和完全是对立的 所以他们一直也在 向巴基斯坦政府 包括像有关人士 包括一些消息人士 进一步的确证 巴基斯坦外交部的这个声明 到底它的合理性 和它的证据在什么地方 那么后续呢 包括巴基斯坦政府 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 也是进一步的受到了 巴基斯坦当地媒体和社交媒体 或者是巴基斯坦当地 传统媒体的一些 舆论的一些压力 所以后来他就慢慢地 把这一个所谓的初期的 这个没有经过任何证据 证明的调查结果 然后就慢慢把它弱化 第二天呢 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 又出来说 不排除有恐惧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通过这一个事件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么这次事件 它不单纯只是一个 所谓的一般意义上的恐怖事件 它可能还卷入到了 其他的一些当地的 或者说是这个国外的一些力量 所以截至目前 虽然说所有的政局都是像恐惧 但是却并没有任何一个恐怖极端组织 出来认领这一次袭击事件 那么这就是这一次事件 比较蹊跷的一个地方 好 谢谢 王世达所长 所以从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势来看 包括事件发展的脉磨 其实这个中间还是充满了很多的复杂 和令人不解的地方 综合来看 你怎么评估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 运营的这样一个安全环境 您认为巴基斯坦政府 有没有能力保护中企在巴的投资 第一点我想说的是 巴基斯坦安全形势 应该讲已经度过了 2010年左右最严峻的时刻 因为我08年以来 去巴基斯坦反复地去 去了大概有二多次 整体看 巴基斯坦2014年 特别是巴军发动 利剑行动的军事倾角之后 巴基斯坦安全形势逐年豪转 从2015年到2020年 每一年的爆孔袭击发生频率 和伤亡人数都是两位数的下降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巴基斯坦安全形势的好转 但第二点我想说的 在巴基斯坦整体 安全形势好转的情况下 针对中方的企业和人员 不管是不是中巴基斯坦 走廊框架下的企业和人员的袭击 在2018年以来 反而是大幅度的增长 比如讲我们知道 2018年0811有山达克 中野的山达克同方向 而2018年底的 我们的朱卡拉基领事馆 虽然是遭未遂的恐怖袭击 但毕竟是应该讲比较大的 比较复杂的爆孔袭击 所以讲 在巴基斯坦整体安全形势 好转的情况下 中方的目标 在巴基斯坦反而面临的风险 越来越大 至于巴基斯坦方面 有没有能力保护中方的人员和企业的安全 我相信巴基斯坦军方也好 巴基斯坦内政部也好 他有能力保卫中方的人员和项目的安全 因为我们知道 为了保证走廊的安全 巴基斯坦军队专门成为一个特别安保室 巴基斯坦内政部框架下的油漆兵 以及各种的准军之力 应该讲配合的比较独立 我想提到的是这么一点 就是虽然说之前好像没有发生 巴基斯坦经历 没有发生那么大的针对中方的袭击 但是客观上讲 其实针对中方的袭击 或者暴风袭击 应该讲发生了很多次 只不过在八方的保卫下 中方没有人员上网 但是每一次袭击 都是有八方的军队警察 以安保人员的上网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也不应该忘记 好 谢谢 郑刚先生 需要八方的这种 政府层面的保护是一方面 但是企业自我的防发意识 也非常的重要 您觉得中国企业在巴运营 它需要提高哪些风险的管理 包括危机的管控的意识 好的 首先第一 要把安全风险评估 真正放到战略位置 因为真正全面细致的安全风险评估 是我们每个项目 制定有效的安全保护方案 探紧针对性的安全保护工作的一个前提和基础 现在我们很多安全风险评估 还是走形式 走得比较多 很多东西 甚至有些企业和有些项目 是应付咱们国内有些监管部门的 这样一个监管 而真正全面细致的安全风险评估 是我们精确的 针对性的收集分析 我们项目周边的政情 舆情 舍情 和安全威胁的 这样一个专业的工作 目前这一块是急需把它提到一个战略的位置 来予以加强 第二 我觉得有必要针对现在走廊项目 还有就是非走廊项目 和中资企业和中资人员密集的地方 开展一次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 发现现在的安全管理体系中间 不落实和存在的一些隐患和漏洞 我就以典型我们在当地了解到的一些我们重点项目 对一些本地员工的安全的背景调查为例 因为如果是恐怖极端分子 如果要对我们发动袭击 获得我们的内线情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对本地员工的背景调查 就非常关键 目前我们现在很多 都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交给巴基斯坦警方 进行一个基本的一个排查 看到是不是有犯罪记录 但是其实真正的恐怖极端分子 他要派进来的卧底人员 肯定不会有明面上的犯罪记录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很多安全管理措施 事实上是还是不真正落实 而且存在着很多隐患和漏洞的 要针对这一点 要进行一个真正比较全面的 深入的安全隐患排查 第三 我觉得还是要建立一个 以我为主的专业化和立体化的 安全管理体系 巴军方和警方确实在保护 在巴的中资企业花了很大的力气 但是这种强力部分的保护 毕竟它跟实际上 针对我们每个项目和企业的 这种贴身定制化的保护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所以说应该要建立 以我为主 以中国的这种保安安全咨询公司 和安保公司为主体 来针对咱们中国企业的 每个项目和企业的实际情况 进行一个整体的安全管理和设计 而是让八方的安保人员和军警 然后坐在外围 这样才能够全面运用 人房 物房 计房 然后把情报预警 放到核心地位 这样才是一个 真正立体化的安全管理体系 而且我还要特别指出的 就是基于巴基斯坦的 一个特殊的情况 因为它的宗教文化 都非常复杂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从大安全观 从战略层面 开展中国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 和民心通 也就是在我们的项目周边 去建立一个 我们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生态圈 多做有助于当地的民心的好事 这样的话 才能够从源头上 去识别和预防一些安全风险的发生 好 谢谢 我们先去下广告 稍后来谈一谈对中国企业出海来讲 如何建立一种从源头上管控 以我为主的安保的意识呢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关于中国企业如何提高 在海外建设的风险管控的水平和意识 我们继续再请两位嘉宾解读 在深圳现场 郑刚老师 您刚才其实特别提到了 中国企业在出海的时候 应该要提高 从源头管控 要提高建立以我为主的 这种风险管控的体系 那您认为 从巴基斯坦这样一个案例 如果扩展开来 在中国企业出海 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 如何来提高这种能力 好的 第一呢 我认为在整个一带一路沿线 中国应该更加体系化 立体化的 构建中资企业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 要在一些重点的国别 和一些重点的地区 去建立 能够覆盖各种风险的 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平台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 海外风险呢 它是一种综合性的 混合性的一种特点 我觉得呢 不能够就安全谈安全 我们要有大安全的这种概念 要大力扶持中国的安保公司 咨询公司 NGO 也包括还有我们的媒体和智库 组合出海 这样才能够为我们的企业 提供系统性的支持和保护 好 谢谢 王世达所长 对于中国这个海外一带一路的 倡议来讲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 都是关键的节点 您认为中国在参与 这两个国家的建设当中 如何去应对 其中的不稳定的因素 首先我觉得第一点 可能刚才提到的阿富汗 可能未来中方会坚持 阿人主导 阿人所有的阿富汗和平进程 就是治病要除根 就是推动阿富汗 早日实现一个 内部的政治和解进程 只有阿富汗实现了 内部政治和解 实现和平和稳定 巴基斯坦西侧 才能去掉这一个 所谓的爆孔的次元地 和影响地 第二点我觉得可能 中巴在帮助巴基斯坦方面 防控阿巴边境方面 可能会有更多的工作 因为巴基斯坦现在 正在全力推动 阿巴边境的管控工作 和管控力度 中方可以在这方面 我感觉提供一些 力所能及的设备 与经验的支持 确保万一阿富汗情况失控 那么对于巴基斯坦方面的影响 能降到最低 好 非常感谢王世达所长 谢谢郑刚先生 也谢谢听风 凤凰全球连线 明天见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